虽然在经论里面古大德的著述里头有 而事实上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说到密宗的寄生成佛 应光大师在文涛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不必我在此地多说 而往生不久的黄念族拉去死 我跟他见过面 他也是密宗的传人 他本身是金刚上司 他不骗人 他很老实地告诉我 在这个时代 学密的根基已经没有了 那么换句话说 学密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 已经找不到了 密宗不能成就 禅宗同样的困难 所以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 末法时期 唯一有尽头法门 待业往生 这个容易成就 而且是文文当当的成就 我们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就是佛的好修正 认真努力地去念佛